林辰 罗征 你的妹妹是此籍殷婢 爹姐 你刚才 偷听我说话 什 什么偷听 我只是路过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事关掩耳安危 在长命真相前 我不会随便透露给身份不明的人 请回吧 站住 我身份不明 真是往我还好心帮你战斗修炼 好心 你的好心 就是控制我去炎武堂犯重怒 让我成为重史之帝 罗征 整个云殿 还没人敢冲我大吼大叫 我看你是最糊涂了 先让你醒醒酒 休醒了吗 爹 给我 马口日解开 没有本事自己解开 你要是能解开 我答应你任何条件 宗叔叔的符文 可不是你个呆木头说解开就能解开的 没事儿了 罗征 我解开控制了 出来吧 睡觉 想骗我下水 幼稚 等等 宗叔叔好像说过 傀儡符文好像不能在一天之内 连续使用两次 会伤心神魂 糟了 来 罗政 你醒醒啊 怎么心跳都没了 喂 罗政 难 难道 来 爹姐 混蛋 啊 父亲 进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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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我已经调查过了 罗政修炼的乃是种魔器神圆 反而是在试炼中与他同行的那名弟子 使用的是寒冰神圆 我怀疑 今日是那人用傀儡符文操控他 击败了不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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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不凡输掉笔武 情有可原 控制罗征的人 极有可能 和殿主有关 冰封部 是殿主的绝学身法 一般人不可能会 凡儿 你认罚吗 孩儿 失恋为那第一 今日又输给罗征 无论原有 都是孩儿太弱 甘愿被放 很好 这才是我卓家孩儿 菲林 派人去青云宗查查罗征 明日他若是再去引武堂 想办法逼他身后之人出手 确定身份 是 都日上三竿了 罗征那小子 八成不敢来了吧 我罗征 今天要单挑你们所有人 不是吧 你小子吃错药了吗 中国手这么大 还没见过敢在盐武堂 这么嚣张的 那你今天就见到了 我罗征一天不嚣张 浑身难受 你 爹姐 你是见我弄长吗 让你昨天醉酒乱语 看你今天怎么办 居然敢这么狂 咱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对啊 就是 就是 罗征 尽管 伤我弟弟的仇 竟是让你百倍奉还 是云殿双截 是云殿双截 好久没见到 云殿双截 居然升起来了 这下真有好气看了 罗征这小子定了吗 云殿双截 你 这是我为了魔力大家战斗 而特意做的设计 铁网能隔绝外缘法术 才是靠近的物体 让你们只有一个性命 那就是打倒对方 来 哇 这是真的要死斗啊 还是站远点 安全些 卓菲林 你不过是一名弟子而已 既然私自改造炎武堂 逼弟子死斗 该当何罪 决斗开始 决斗 既然如此 那我罗征 那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不好 这球龙能影响真远传输 你必须加强真远 不知道这小子的身体 扛不扛得住 你小子刚才的猖狂劲 去哪儿了 你不起来 帮你起来 有铁王阻碍 竟然还能用出如此浑厚的寒冰真远 只有可能是内威 你小子有点本事 别人跟上我的冲锋 接下来 就看你跟不跟得上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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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怎么会有这种势力 是你太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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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如果再加重真元强行灌输 恐怕连雲殿都没几人能扛得住 更何况这小子 只能先观察一下了 臣现在 用镇魔诸谢符封住他的真元 让他有力无出使 不好 天魔真元被封住了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啊 看你还能坚持多点 这种垂涎身躯的感觉 还真是久违了 罗政 这便是得罪卓家 伤我弟弟的后果 铁王似乎可以破坏封眼符文的威力 虽然傀儡符文是灵 只能控制他一半的身体 但眼速够了 总比他就这么被打死好 跪下给所有人磕头认错 或留你一命 现在到我了 什么 他竟然正开了镇魔诸谢符 还命 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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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天双切竟然败了 困兽立台都无法困住罗章 他当真是个怪物 所师兄 你 困兽立台 也不过一次 罗哲不肯拥有如此强大的寒冰之源 他和殿珠之间必定有联系 得将此事禀告给父亲 卓大先生两个儿子的品行都有问题 也不知道他怎么教育他 也可能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 你身为殿主 当以身作则 师父 已经有长老怀疑 是你在用傀儡符文 控制弟子大闹演武堂了 你可知后果 师父 我作为殿主 视察殿内弟子修炼情况 合错之用 我还发现好几个心术不正的弟子 正想找负责的长老询问呢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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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中了 宗叔叔 wäre OR 玉玉大人 殿主性子虽爱闹 但也分得出轻重 或许那人有与众不同之处 才让他特殊对待 哦 对对 这小子天不出众 我是在栽培他 哦 还有 他妹妹是子籍阴体 当真 他妹妹在何处 在青云宗 据说石宗主曾为此时求助过云殿 但我并未听闻 其中恐怕有蹊跷 那便传他来问话 等等 这小子绘画符文 而且这符文和护宗大阵的符文 同出一缘 波罗老神门 能破除人作大部分符文 也包括你身体内的傀儡符文 你身体内的傀儡符文 以世间万物为比 天地却为之 成功 我证 我们九兄弟 既足与你魂中 是机缘 我管你一路走来 如今已有乘风而起之事 日后 希望你能助我兄弟醒来 为我等重铸肉身 没问题 定会竭尽全力 没问题 定会竭尽全力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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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请殿主 让他协助我 一起汇至护宗大阵 此事等会儿再说 我先传他来问清 紫禁一体一事 罗征 殿 殿主要见你 殿主 你妹妹是自己阴体一事 是否都属实 殿主问话 你为何不答 弟子怀疑 云殿之内有催邪同党 因此不敢多言 放肯 放肆 这只是宗主的亲笔密信 要求弟子亲自交给殿主 殿主看完后 自会明白弟子 绝非虚言 玄冰真远 兵敌 声音有些相似 蝶结恐怕 和殿主关系匪谦 殿主 罗征 信中之事 还需进一步验证 若是一切属实 本殿会将你妹妹接到云殿 护她周全 也绝不会姑息叛徒 你先跟宗泉使 去构建护宗大阵 多谢殿主 此事必须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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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征的确和殿主关系密切 而且我派去青云宗的人查到她 就是紫禁阴体罗燕的哥哥 我们当初隐瞒紫禁阴体消息一事 很可能会被殿主察觉 我来看 黄推 龙婆婆 你与石惊天传讯时 可又露出马脚 老神当时模糊了面目 绝不会暴露 即便如此 罗征也是隐患 一旦殿主从他口中得知紫迹阴体 一定会展开调查 那就先除掉这个隐患 我听说西域有异宝现世 雪木崖封锁了西域 众多独立无辙 有去无回 我可指派任务 让他去西域调查 待他抵达西域后 便可动手 谁也救不了他 我愿亲自带队 去西域截杀罗征 灵儿 别像你弟弟一样 让我失望 还是明白 此阵极为特殊 可挡神海境敌人 但需要两人操控 一人在外灌注真源 维持控制大阵 另一人则获得强大的神龙之力 将敌人拉入神龙幻境 一举致敌 那燕尔在云殿就安全了 这是阵法图 你学会了 就和我一起绘制 大阵的核心 先用蛟龙之血 此阵来自龙族 用的蛟龙血 作为核心 威力大浅 连生死竟圆满都挡不住 最好 用真龙之血 真龙之血 别瞎想了 这年头去哪儿找阵龙 宗人大师 我被指派的任务 要去西域打探消息 心进弟子就是麻烦 幸好打探消息 这种小任务简单 你快去快回 注意安全 是 罗哲 这次西域之行 我必叫你有去无回